肩这边对不对 这叫肩前 肩前你看 它有这有两条 正中间有凹洞 这个叫肩内磷 又叫肩前穴 讲会吗 你看这里 你看它这里有一条筋 有没有 很痛 对不对 这边又有一条筋 有没有 这两条的正中间 这个有个骨头的凹陷处 叫做切肌 这个叫肩内磷 要有肩前 肩的前面 你咬了解吗 我们摸一下这个手 在这个地方有个肌腱 有没有 这肌腱在一二三都有 有没有 一二三四都有 那这个肌腱的这一边 它有两边 这一边我们叫阳齿穴 就是手绍阳三腰经的 那么这边我们叫钟摆 它就齐经 这样了解吗 你看钟摆 它最大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这个晚辈肌腱 它胸闷 吐血胃痛 它是齐穴 胃痛也可以用它 那当然用刮沙板按也可以 用这样手指按 那它是在这个肌腱的 我刚刚讲过 这个肌腱的这一边 叫钟摆 肌腱的这一边 叫阳齿 这样OK吗 那胃痛是这边 胃痛是这边 好 这个在这个时候 手的呢 这样翻过来 手掌 它在哪 每一个子骨 一节 两节 三节 四节 这每个节的正中间 就叫一凤 二凤 三凤 四凤 这样会吗 你看 第一 第二嘛 第一 第二嘛 这叫四凤穴 你看四凤穴 主制什么 你看 这个 小儿干肌 有没有 小儿干肌 小儿吃东西吃不像 然后 胃肠消化不好 所以就会造成肚子会脏起来 有的时候是因为蛔虫的问题 蛔虫在里面 把东西的营养都吃完了 小儿就会干净了 好 那么 再来十圈 一圈 二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加那两个手就十圈 都在十圈的位置 你看 我们说那个 中风十圈放血 对不对 那么按着以后 用针在正中间 给它刺一下 刺几下 然后它血就会喷出来 用喷的 对 因为它那个时候血压会增高 脑部会冲血 那冲血的时候这边也会增高 所以它血会从这喷出来 喷出来以后 脑部的血就降下来 降下来 那两支都要 不要 两支就好 十指中指 十指中指放血就好 那是不放血 压时间 有会这样压吗 效果不好 效果没有 一定要放血 一定要放血 因为最主要是 解那个头部的压力 把血压的问题很好 蹦 你看 指缝的上方这里 指缝的上方这里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两个手 就一二三四嘛 就八个 这样了解吗 一二三四嘛 两边就叫八个 叫八斜 八斜主要是什么 手背红肿 手指勾搂 手指勾搂就扳击手啊 有没有 好